所以你如果习惯的不是Xmine也没有关系 有很多APP都可以使用 你自己找一个你最习惯用起来最顺手的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在操作的部分 让大家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这个常用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那简单的讲了一下重点 然后我把这个新制图稍微带一下 其实曼陀罗各位应该比较常多人听到 而且中年级用的比较多 那其实曼陀罗也是新制图的简化版本 简化版本 那所以如果你去网络上搜索一下曼陀罗 它有很多种用法 有那个顺序性的也有多层次的 那最近那个大古祥平的人生规划的那个曼陀罗也很红 那新制图一样可以这样子做 一样可以这样做 那案例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新制图的一些用法 它的应用实在是足繁不及被宅 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方法 都可以找到使用的一些案例 好那基础的操作呢 刚刚有跟各位讲简单的就是其实就是发散思考 变成抽象化成节点 然后分类 好简单的去分类 然后分类归 这是同一个东西 好那标记 好这边再简单的说一下 那当你要去做一些标记的时候 那或者是说有人会说 新制图没有收敛 错 新制图有收敛 怎么收敛 比如说这几个 你想要把它归类 那选好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括号 你可以做一下总结 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这个就是归纳 归纳总结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呢 做什么 也可以做 这里有一个叫做外框 你可以把它整个框起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 框起来之后 你点两下 有没有 他一样可以做归类 做分堆归类 那他一样可以做关联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插图 可以拿来做 发散里面的节点 那你就可以点一下插图 然后按一下箭头 关联线 然后点到发散这边 然后他这个黄色的点呢 是可以做弯曲幅度的调整 然后关联线上面呢 也可以去注记 去注记内容 所以他是归纳 归纳关联 他都是做得到的 都是做得到的 所以 这就会让他进阶的更好用 那他当然也可以放插图 放插图 然后也可以做注解 可以做超连结 甚至多层次 你要在这个下面 在新增加 插入一个新制图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我们有用到再来讲了 这个就算比较 这个已经算进阶了 好 好 那同样的 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讲比较重要的 好 就是新制图的用法 其实 如果你把 像我一样 你什么都用新制图来做处理 那 你会发现你的能力 真的会快速的增加 快速的增长 那新制图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在自主学习上面 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 这个东西 你做好之后 最好你把它印一张出来 粘贴在你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这有一个心理学的好处 就是 第一个 它有暗示作用 第二个 它有后色认知的作用 它会让你的脑袋 随时的保持 关注这一个东西 那 只要有关注 就有学习 就有复习 只要有关注 就会引发你的联想 随时就会去想到 甚至你走在路上 看到某一个现象 因为你常常有在 关注这个重点 你就会想到 跟它的关联 就会引发你的创意 好 比如说 我现在就很习惯了 因为后色认知就 因为新制度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强 那所以我在 不管是在 上课学人家的东西 或者是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看书 学到人家的一些心得之后 我都会加上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在教育上 能够运用的方式 那所以 只要这两个东西 你能够变成习惯 你未来就会变成那种 神人之类的 super teacher 那一种之类的 因为这两个就是 一般老师跟super老师 很重要的不一样的点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如果是学生也是一样 因为他既然都贴在那边 他看一眼就能够恢复记忆 那 你就等于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做学习 然后 如果你是把你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贴在醒目的地方 那你就会 保持 一直对人生目标的关注 那你学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都会一直跟你的人生目标 做一点关联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会建议各位 把这个工具用成习惯 用到 你不要想它太复杂的功能 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 你就每天都用心字图 不管是工作 不管开会 还是写计划 或者是在讨论事情 或者是在 你要去做演讲 要上课 要备课等等 你都用这个心字图来做准备 我们下一次会跟各位分享 我的那些 给各位那些心字图 美国在哪里 好 那所以它会有一点像 卷宗夹的概念 我不晓得各位 如果你新去一个学校 你接了新的业务 你都习惯会跟前人 要他的卷宗夹 这个是智慧的结晶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会好像有你的智库一样 你将来做办的活动 写什么计划 执行什么事 你也会有一些卷宗夹 那所以这就是你的智库 就是你的宝库 未来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新字图或者卷宗夹打开来一看 我就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办 好 所以即使它是十年没有办 二十年没有办 你下次要办的时候 卷宗夹一翻开 新字图一打开 马上瞬间恢复记忆 然后你可以结合其他理论 那新字图呢 跟几乎所有的教学理论 都可以结合 而且都是符合 所有的认知记忆 相关的理论 教学理论 全部都符合 未来你如果想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可以分析给各位听 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当你如果运用它 比如说你 这个我们下次再做分享好了 今天时间不够 它可以让一个人拥有自制的能力 它做了简单的系统拆解 比如说把你的人生目标 拆解成几个面向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规划 然后你就可以做自我控制 因为我今天这个做了 那个没做 我在国小上学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这个 然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标记 我在上大学可以做哪一样 做一些简单的标记 那你在哪些东西做好了 可以做个助记 自我控制 然后最重要刚刚的讲那个 如果你的后设认知建立起来之后 这个是要学的 我刚刚讲那个变成神人的 那个保持脑袋的关注 跟随时引发你的想法 这个部分 如果你把它用上去 你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这是成为学霸 成为这个业务霸 成为教学霸的很重要的方式 而且不难 非常的简单